大家好,欢迎大家学习林毅的塞尔编程语实验 今天我们就集第十二节 塞尔程序与加沃语音的组合 来完成再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就叫 在授权检验的加沃服务启动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加沃服务部署在一台服务器上 在这个服务启动的时候 需要首先检查本地的机器码 与授权的服务器和机器码是不是一致 如果说它本地的机器码 成功进行过授权 那么好,这个加沃服务启动 如果说它本地的机器码 在授权服务器上没有被授权 那么它本地的加沃服务就无法启动 好,我们就为了完成这样一个案例 然后将这个分为留下这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客户的机器硬件的信息收集 主要收集机器的硬件信息 然后第二个就是授权服务器 为这个客户端的这个进行授权 主要是根据这个机器码进行授权 然后第三个就是在授权服务器上 编写这个授权检查的脚本 然后编写完脚本之后呢 然后客户端这个加沃程序在启动的时候 调用授权检查脚本 如果说成功进行过授权 那么好,这个加沃程序服务 加沃服务它就成功启动 好,如果说它调用授权检查脚本的时候 发现没有进行授权 那么好,它本地的加沃服务就无法启动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部分 客户端机器硬件信息收集 好,为了完成这个硬件信息收集 我们需要知道有哪些硬件信息是唯一的 因为每个机器的硬件信息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要找哪些硬件信息 它是唯一的 才能做好硬件信息的工作 好,首先我们知道主板的ID编号是唯一的 对不对,全世界每个主板它有一个唯一的编号 第二个是网卡的麦克地址 也就是这么多网卡 每个网卡的麦克地址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也是唯一的 好,然后为了完成这个 那么我们主要是收集这两个这两个编号 然后再通过一个随意的词符串 就是这个我们自己定义的词符串 将这两个 这两个信息与我们的词符串 结合在一起 然后再进行一次MD5的信息摘要 这样的话我们就生成了这个机器的机器码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脚本 这个脚本的内容是cd 和home 下的lutoff 然后home mysquade bysm12 好,看一下这个脚本 叫checkmiddle 我们要checkgetmotioncode.sh 看一下 好 定一个语言类型 然后呢 这是主板的编号 通过DMRDQ的这个命令 来获取主板的唯一的ID信息 好 如果这个命令成功执行的话 那么进行下面的 下面的人命令处理 否则的话 需要让你 即使你需要安装DMRDQ的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包 好 这地方大家注意一下 好 然后我们获得 网卡的Mac地址 获得第一块网卡的Mac地址 好 然后呢 定义一个svtron 定义一个svtron 然后呢 然后获取机器码 这机器码是主板编号 与网卡的Mac地址编号 这也是主板 他的机器码 然后呢 通过TR命令 进行一次转换 有什么变化呢 就是从小写的A到Z 转换成大写的A到Z 然后呢 去掉冒号 然后去掉杠 然后呢 去将0到9 转换成A到大写的A到勾 进行一次 进行一次 类似于字符上替换 这样的话 就是更加 将这个机器码信息 变得更加复杂 好 然后呢 生成MD5摘要 这个MD5摘要怎么生成的呢 看一下 Echo 通过这个字符串 与这个机器码 上面的这个机器码 进行一次MDA MD5摘要算法 好 最后呢 就生成了这个机器码信息 这个摘要信息 就是我们所要的机器码信息 好 我们执行一下 看一下 FH 叫GET 上升扣的 FH 好 这就是我们要的机器码信息 好 看我们的讲义 好 程式脚本 那么GET 是不是 对不对 执行脚本的时候 就报到机器码信息 对不对 好 因为我们的脚本 在运行过程中 是不能让用户知道的 对不对 你要让用户知道 这个信息怎么收集的话 实际上你直接告诉了他 我要收集什么东西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要对这个脚本性加密 怎么对这个脚本性加密 通过SSC 这个命令 这个工具 诺文系统里面是没有在这个命令的 所以是你需要装一些 SSC的开源上线 好 通过SSC 这样的命令 将Share脚本 转化成C元的可执行程序 转化成可执行程序之后呢 将这个可执行文件 重移名成叫 GateMotionCode 这样一个名字 然后重新运行 这个可执行程序 安定制的可执行程序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执行一次看一下 点斜告 是不是一样的 对不对 好 这个脚本书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TR命令 这个TR命令什么意思呢 要将 转换或者是删除 是不是 在这条命令 我们也体现出来了 是不是 TR A到Z 转换成大线A到Z 杠D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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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将 中心 将这个杠 删除 是不是 然后呢 再进行一次转换 相当于对这个机器 进行一次 二次加密 对不对 好 然后第二步就是授权服务器 为客户单授权 我们看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了解授权服务器的工作原理 我们知道 上面这个脚本 是不是完成了机器码的新铁 新铁收集 但是呢 如果这个机器 但是必须 授权服务器上 要得到这个机器码 那么必须在这个授权服务器上 进行一次授权 这授权的一个过程就是这样的 就这个环境 使用的是 服务单 唯一台 存储 将院新铁的 数据库服务器 通过这个数据库 来存储 授权的信息 存储的机器码 在启动服务前 就在这个家伙程序服务启动前 会比较这个本地的机器码 与服务器端 存储的机器码 信息是不是一致的 那么一致的话 你这个授权才成功 那么你下面的这个服务才能启动 对不对 好 然后第二个是授权服务端 将客户单提供的机器码信息入库 就是插入数据库 这个过程相当于服务端 就是对客户单的授权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机器码的信息得到了 我们现在要把它插入数据库里面去 数据库中有这条记录 说明了 授权服务器对这个客户单进行了授权 好 第三个就是 就这样创建授权验证表 这是表 表名叫ServerAutoInfo 然后呢 它的建址有这样的 它自带有DID 自动的 然后服务器名 然后呢 机器码信息 然后呢 主件就是ID 与机器名 机器名是唯一的 主件有两个 好 第二个就是WinX的主机名为Cloud 下方向APP1的客户单 IPG进行授权 好 然后插入 InsertInto 所有AutoInfo 插入这张表 然后呢 名字字端 与 AutoCode字端 就可以了 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名字是Cloud 下方向APP1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个机器码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机器码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完成这个 对这个 某一个机器的 这个 某一个客户单的 这个 机器码 进行了一个授权 好 第三步就是 在授权服务器上 编写 授权检验脚本 授权服务器 就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数据库服务器 我们要写一个 授权检验脚本 来供这个 家伙服务端 来调用 对不对 必须要完成 这样一个脚本 好 这脚本怎么写呢 那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叫checkmidwareoff.fx 我们看一下这个脚本 看一下 看这文章码首先 checkmidwareoff.fx 看一下 好 获得本地加密后的机器 获得本地的加密后的机器码信息 好 然后 这个机器码加密后的 就是 就是 B型 点 当前的这个 当前目的下的这个点 摩世扣的这个 这个脚本 对不对 这按理的程序 获得机器码的印记信息 对不对 首先 首先获得 获得这个机器码印记信息 这是本地的机器码印记信息 然后呢 获得 机器的 获得服务器的名字 对不对 好 这两个信息得到了 我们看一下数据库 我们要连接数据库了 进行一次查询 这个查询 怎么查的呢 然后 指定义货名 密码 指定套叫字 这地方可能不一定是本地的服务段了 这可能是一个远程的一个服务器 比如是-h 进行-h 进行-h 进行这个 进行这个 授权服务器的IP机址就可以了 然后-e呢 表示执行 开始执行 看这个语句怎么写的 好 获得机器码 通过这个数据库的这张表 然后呢 条件什么条件呢 就是所有内容 等于我们上面取得的所有内容 好 然后再通过一些管道 通过一些管道 然后获取到 获取到这个机器码的印记信息 获取到这个数据库里面 这个这个主机的 机器码信息 然后获取完之后呢 然后对比本地的机器码信息 就是本地的机器码信息 与数据库上的 这个服务器的机器码信息 对比 如果说等相等的话 那么好 反回结果为处 复读的话 反回为forse 在这个脚本 就完了这样一个功能 好 我们看一下 执行一次看一下啊 叫 sh check middleware off sh 执行看一下 好 处 因为这是本机嘛 而且本机上也在这个数据库上 进行一次成功进行数据 那么说 它对比的过程中 肯定是对的 所以说 它反回是处 好 这节目就完成了 这个节目 大家需要 大家需要解决一下 如果反回结果为处 代表什么 然后反回结果为false 又代表什么 处呢 代表就是说 我成功进行过授权 然后如果 如果反回false的话 表示客户端 在授权服务器上 没有进行过注册 就是没有进行过授权过 或者是没有进行 成功授权 好 留意这两个值的 反回结果的含义 好 第三个就是加密授权检验脚本 因为这个脚本呢 是要给这个加我 加我程序来调用的 所以说 你也 你必须也要 也要让这个 让这个 让这个 加我语言啊 这加我语言肯定要调用 也是一个加密的 加密的这个脚本 如果他看到这个 你怎么调用的话 他也会进行 他也会进行一次相应的 这个 如果他看完代码的话 他是不是就可以模拟 这个 这个 进行的印记信息了 进行印记信息了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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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 检查机器码的印记信息的 这个脚本 也要做加密 通过这个 fsc的命令 好 你加密之后呢 生存的.x文件 将这个可知性文件 冲面名称 这个名字 checkMidWire 相关于 also 这样一个可知性的 二进制程序 这是一个 二进制的 可知性程序 好 下面注意一下就是 加我程序 调用的是 加密的数据解决交本 刚才也说了 这地方需要 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是明文的交本的话 我们这个 搜集机器码的过程 就往往前现 被这个用户 所知道了 就没有什么 就没有 就没有意义了 第四步就是 客户端 加我程序 调用数据解决交本 完成服务的启动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具体内容 首先呢 编写加我程序 这个程序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 怎么写的 edit root test src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原代码 这个加我程序原代码 在这边讲一下 好 这个包名 叫com.lightened 这个目录 就是我们将这个 将这个可执行程序 就编译后的可执行程序 要写到这个目录下面 好 然后导入这些 相关的包 包名 因为在这个编译 加我程序的时候 需要调用这些 这些包 好 定义一个主函数 定义一个内函数 然后呢 定义一个process类型的 就是一个进程 进程 类型的这样一个 对象 这个为空 好 然后定义一个sufftry 不是sufftry 叫数字 然后呢 创建这样一个对象 好 上面try开始 try开始开始运行了 好 然后这个process 然后等于 Runtime 就是 获取的 获取当前的运行环境 来执行 这样一个脚本名字 注意这个extc 这个是真正调用 share脚本的地方 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需要注意 这个地方是鱼 psp语言 调用 share脚本的类似 这个桥梁是怎么连接起来的 这节课我们主要讲到一个重点 也是这节课讲到一个核心的地方 好 这个进程开始执行了 执行之后呢 我们从这个缓冲区里面得到这个对象 得到这个对象的这个输入流 输入流 然后呢 将这个输入 将这个输入流的结果 写入到 写入到数组里面去 写入到数组之后呢 这个catch是不过异常 如果有异常的话 它会打印出异常信息来 好 相当于我们在这个结果 写到这个数组里面去了 对不对 写到这个数组里面去了 好 然后下面我们要判断 判断这个数值的数组里面 这个结果是不是 是不是处 如果是处的话 表示开始成功举动这个服务 如果是不是处的话 那么这个服务不启动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然后这个地方是获得这个速度的内容 就是这个速度的执行结果 速度的结果 如果说这个速度的结果 等于处 好 那么我们输出 输出数权检验程中 服务开始启动 这样一个信息 因为这个确实是 如果这个数字结果是无处的话 那么表示 这个 这个机器成功进行过授权 好 然后启动我们这个服务 启动我们这个 这个 加入服务就可以了 这个服务 我就通过这样一个模拟 表示这个 表示这个 这样一个服务 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不用打印这个信息 这个地方就可以 可以 启动我们精神的服务 是不是 可以启动我们的真正的服务 好 如果说这个结果 不等于处 执行ELF 执行ELF里面的 就是执行 输出 输入点减实败 服务 轻质运行 好 这个加枉程序就是这样的 原代码就是这样的 我给大家讲一下 简单讲一下 这个加枉程序是如何编译 怎么执行的 好 因为原代码也写完了 好 我们要获得 我们首先进行这个加枉程序 已经编译 那么怎么编译呢 然后看一下 下面有一个 这边的码里面有一个脚本 叫编译 这个加枉程序 它是脚本 好 首先我们加的这个架包 然后通过这个加枉C 就是加我compile 这个命令 然后将这个 这个原代码信息 将这个原代码输出到 输出编译 编译 将编译结果输出到这个 上面的 这个 点点B 下面 好 这样就编译完了 然后最后呢 就执行这个class文件 好 因为这个编译结果 这个原代码 将原代码编译完之后 生成一个点 点class文件 然后呢 我们执行这个class文件 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 这class文件在哪里呢 在com 就这个class文件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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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译完之后 编译完之后 生成的class文件 这是阿尼整文件 好 我们执行这个阿尼整文件 就可以了 看一下我们怎么执行这个阿尼整文件 这个class文件 看一下这个胶板 EFDC 比较简单 这比较简单 首先第一行 也是加的这个加我运营环件 加的这个加包 放在class path里面 然后呢 通过加我 的命令 来启动 这样一个二进制程序 加我的class文件 好 我们执行一次看一下 这个结果 叫SH 因为我将这个加我这个可执行的 可执行的这个方法 写到这个可执行文件里面去了 大家以后呢 在执行加我的时候呢 也可以像我这样写一个脚本 这样的话比较简单 而且又比较这个信息比较全面 好 那么进行这个class文件呢 直接进行这个胶板就可以了 SH EFDC 加我先class.SH 好 看一下 好 是不是处理权一样的成功 服务开始启动 然后启动服务端 线乘1 线乘2 线乘3 线乘4 线乘5 线乘6 这个地方 只是输出的信息 当然呢 这个地方可以改成 我们具体的服务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socket的服务 监听 监听80端口 或者监听某一个端口 那么这地方就写 就开始 启动我们真正的服务就可以了 好 这个加往程序就写完了 大家 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这个地方 进程执行的时候 怎么执行这个shel脚本的 这个shel脚本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shel脚本 这个shel脚本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shel脚本 这个shel脚本里面是 首先进入这个目录 然后呢 然后呢 再执行这样一个授权 检查的这样一个脚本 啊 就这样的 所以说核心的地方呢 还是这个 获得运行环境 获得运 获得这个加往运行环境之后 然后执行这个shel脚本 这是核心的地方啊 它php的执行那个shel程序 要做一次对比 它的原理都差不多 啊 大家需要 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好 这个案例就讲完了 然后最后呢 看一下客户今天的作业 今天作业是这样的 第一个是 要掌握客户端 客户端服务 触权的流程 及检验的方法 就说我这个家务服务 家务服务 在启动的时候 他的他的这个流 他的这个授权检验的流程 是什么样的 啊 你必须掌握这个流程 你才能更好地了解这个 我们这个案例的内容 以及它实现目标 啊 第二个就是掌握 掌握客户端 机器码 硬件信息的收集的方法 啊 你收集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你要是收集的是唯一的东西 对不对 如果获得这些唯一的东西 比如说机器码 比如说这个主板编号 这是唯一的 比如说网卡的卖的地址 是唯一的 啊 你有了这些信息之后 你再通过一个 你自己定义的一个 最不串 经营一次 二次加密 这样的话 是不是这个这个信息 就更唯一了 就机器码的信息 是不是就更唯一了 啊 掌握这个方法 第三个就是掌握 加我程序 如何调用塞尔程序 如果这个塞尔交配语言 完成客户端数学认证的 啊 刚才也说了 加我程序 与塞尔程序之间 运行的桥梁是什么 啊 这地方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今天的课程讲完了 然后大家回去好好研究一下这个 今天的今天的案例 好 谢谢大家